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边是女相 一副贵妇打扮 我们无不对此感到好奇 可吉塞尔女士总是笑着回答说 这是我的祖父祖母 明明是中国清代打扮的贵人 怎么是她的祖父祖母呢 原来吉塞尔女士是把她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一句简单的话 使我们感受到了吉塞尔女士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和对中华文化的痴迷 我们一进入吉塞尔女士的艺术品陈列室 俨然就是进入了一座小型的中国珍宝博物馆 这里陈列着中国古代的青铜器 陶制式女泳 金碗 佛造像 佛塔等各种各样的文物 吉塞尔的办公室中 同样以来自东方古国的珍宝装饰点缀 置身其中 仿佛置身于一个融合的东西方文明 跨越了远古和现代文明交融的时空之中 吉塞尔收藏最多的是中国古代青铜器 展厅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它们在柔美的灯光下 展现出迷人的风采 散发出古老的气息 吉塞尔女士收藏的青铜器里 有灰红大气的青铜顶 有橙酒饮酒用的四宫 有冠洗用的仪 也有小巧精致的青铜代沟 每件青铜器都凝聚了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心血与智慧 靠近楼梯的这件器物叫挠 是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挠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 也可以说它是中的前身 吉塞尔收藏的这件挠体型硕大 文士繁入精美 在与吉塞尔的交谈中 我们看到了吉塞尔不仅是喜欢收藏中国古代的青铜器 他对中国青铜文化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 一说到青铜器上的文士 吉塞尔便兴奋异常滔滔不绝 如数家珍 这件是中国清代铸造的方胡 这一件是商代的青铜友 这件是清朝模仿商周时期的青铜鼎 这一件是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饼 这两对文武铸造的时间跨度相隔两千多年 吉塞尔对两千年来中国青铜文士的演变和进化 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 他说 虽然经过两千多年的变化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早期青铜器重要的特征都被保留了下来 说明中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只不过造型虽然相同 但是很明显 清代铸造的青铜方胡和青铜顶工艺更加精湛 更加漂亮 更加富丽堂皇 吉塞尔让助手拿出的两件如意给我们看 一件如意是铜制的 一件是纯金铸造的 如意是中国古代一种象征着祥瑞的器物 吉塞尔收藏的这两件如意非常精美 铜制的如意在上端和下端都以二龙细珠的图案作为装饰 有趣的是 上端和下端的二龙细珠图案中 两条细珠的龙可以滑动 吉塞尔为我们做示范 两条龙发出青铜碰撞的声音 看到如此精妙的设计 我们都连连赞叹 另一件金铸翼在柔和的光线下显得精臂辉煌 在场的人都很吃惊 这么大的如意全部用纯金铸造 应该是皇家宫廷御用品 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一国他乡寻归宝 青铜收藏惠奇珍 国宝档案 十密吉塞尔收藏的中国青铜器 中国有句成语叫公筹交错 形容相聚畅饮的场面 宫是古代饮酒的一种器皿 在吉塞尔的艺术品陈列室中 我们看到了一件四宫 这件四宫的造型有点奇特 普通的四宫都是成犀牛的样子 因为在中国古代 四就是指的犀牛 而吉塞尔收藏的这件四宫概念是一个瘦首 四龙非龙 四犀牛又不像犀牛 模样古怪令人诧异 四宫的盖子授手 双目圆瞪 眉毛清晰 在盖上面还刻有一条龙的图案 龙起伏盘旋 尾巴呈螺旋状 龙身两边各有一只龙爪 四宫后面有一个坝 坝手以一个路头作为装饰 吉塞尔掀开四宫的盖子 告诉我们四宫的内部还刻有名文 他曾对这件四宫做过深入的研究 在吉塞尔办公室的电脑里 我们看到了四宫的抛面图和研究资料 他说 这件商代晚期的四宫 因模样怪异可爱 成为他的所有收藏品中最为喜爱的青铜器之一 吉塞尔女士告诉我们 二十多年来 他在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和其他艺术品的同时 对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是他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采访中我们感慨不已 吉塞尔女士对中华青铜文化 几十年如一日的不倦研究和追求 不愧为青铜女王这一称号 吉塞尔女士除了收藏青铜器 对中国其他珍宝呢 也是情有独钟 其中有两件金香炉吸引了我们的眼球 独特的文士让我们大开眼界 它究竟是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